陈平叫了 看他有用没用啊 刘邦就把陈平叫了 说 你是不是稻草受精 陈平说 是的 刘邦说 那你为什么要稻草受精 陈平说 我稻草是因为我没老婆 我受精 我受宏 说 我没钱用 你又没给我发工资了 我是光着身子来的 他为什么是光着身子来的 陈平从项羽那边逃出来了以后 路上遇到强盗了 钱抢光了 他说 我要过日子 我不收人家公报 我不过日子 神明说 再说了 你当往你要找的是一个有用的人 那么很清楚 我现在给你出主意 我出的主意 你能用 你就用 你觉得我出的主意没有用 我滚蛋 我收的红包还给你 刘邦站起来说 对不起 现在对不起 错怪你了 现在我们坐下谈谈 你又是不办法 我滚了向你 那当然他还有一番谈话了 就是刘邦跟这个陈平呢 刘邦问陈平说 那你从项羽军中来 你看看寡人和项王比怎么样 神明说这个不用比 向王是英雄 大王你是流氓 这个不需要比较 这个大家都知道 地球人都知道 哈哈哈哈 是向你 带人彬彬有礼 客客气气 你呢 对你的手下不是打就是骂 满口粗话 粗俗不堪 没有品味 这流氓说 这奇怪了 你不跟着那英雄 你跑过流氓站来干嘛 陈平说因为你能得天下 向羽不可能得天下 这流氓说这又奇怪了 英雄怎么不能得天下 流氓才能得天下 陈平说很简单 因为像有很多不可克服的矛盾 毛病 第一个是匹夫之勇 第二个叫富人之勇 什么叫匹夫之勇 每次打仗 他冲锋陷阵 深陷的士组 冲到最前线 这叫匹夫之勇 元帅哪有冲到第一线 第二个富人之勇 暂时受了伤 谈兵个犯男子 拿个瓦罐罐罐装点药 挨客去看 一边看一边哭 富人之勇 这女人 而且这个 他这里面有个什么道理 就很好玩了 为什么这项羽上不行呢 陈平说 你 每次战争 你亲自指挥 亲自战斗 身陷十足 奋勇当千 那么我请问你 打圣的仗子功劳会谁呀 当然会向羽吧 那每一次战斗的功劳都归向羽 项羽手下的那些谋臣将士们 还有积极性吗 他没有积极性的 诸位老总 所以千万你不要身先施足 你项羽员工没有积极性的 将羽自己是打完仗以后 想想好像应该顿功行赏 一顿功行赏 就算自己功劳最大 他就绝对不该降低员工了 所以最后的将羽的结果是什么呢 将士们立了战功 他也觉得应该封个官 他也把印都住好了 然后放在手里面就舍不得发出去 他在手里面磨过来磨过去 磨过来磨过去 最后放的磨成圆 他也没发出去 而刘邦是什么呢 刘邦是啥都不会的 你知道吗 刘邦这个人 啥都不会 本朝当朝太史 就是汉代的太史公司马迁 写史记 大家都知道 司马迁写史记 给刘邦作传的时候 对刘邦的能力是怎么描述的呢 四个字 好酒即是 这刘邦会干嘛呢 一会炮八二会炮牛 这刘邦的本事 我们去看整个史书上 每一次遇到问题 是吧 项羽打过来了 否刘邦做过判断吗 没有 做过决策吗 没有 出过主义吗 没有 带过兵吗 没有 他干什么事 他就是把这个萧和呀 张良啊 陈平啊 韩信啊 这些人都叫过来开会 问四个字 为之奈何 大家说怎么办啊 他自己后来当了皇帝 他也总结自己吧 他说 如果运筹唯物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我不如脂肪 我不如张良 降百万之众 暂必胜公逼客 我不如韩信 定关注福百姓 共挤养 做好地方工作 后勤工作 我不如萧何 他啥都不会 给人感觉是什么呢 这人啥也干不了 只好让他当党 但是曾经说 你能得天下 为什么要说 你啥也干不了 你啥也干不了 你就不去干了 你就把这些工作 分给别人干的人去干了 对不对 你分给能干的人去干 那么每个人 都去比方说 张良就去用计 萧何就去弄粮食 韩信就去打仗 那最后功劳都很清楚啊 每个人的功劳都是很清楚的 而且流氓是这样的 一到这个会战之前 再把将军们招呼来 你打这儿 你打这儿 你打那儿 打下来就是你的 我不要 齐国 韩信你必须打 打下来齐国是你的 楚国奔运你去打 打下来你的 他真给 韩信当年打齐国 打下齐国七十二层 刘邦那个时候跟相云 正在那儿交作状态 韩信一看没消息 写回信给刘邦 说这个齐国这个地方不好对准 齐国人反复无常 教化教化人 得找一个正的处的人 正的处 所以我申请当一个假齐王 这个假不是真的假的 不是假的伟劣啊 是代理的意思 我申请当一个代理的齐王 这姓记得刘邦呢 刘邦正在前线打仗了 等着萧和来 等着韩信来救他 就韩信来了 这么从姓里 刘邦气得把座子一趟 王八蛋 混蛋 那真的忍不住肯定要发多嘛 这个时候 陈平和张良刚好站两边 在桌子下面用脚踢踢的包 想说等着就是不得罢韩信 我还等着他搬兵来救我 他妈都骂了什么搬兵 继续吧 他骂了混蛋 男子汉大丈夫建功一业 你打下了齐国 齐国就是你的 你当齐王 你当了真的吗 当什么假齐王 没出息的东西 赶快下命令 封他做齐王 刘邦问你 他自己有呗 反应看看 他迅速反应 刘邦就这样 齐国打下了韩信里 主国打下了韩信里 都你们的 功劳都你们的 我没有功劳 我就要天下 我也不当这个王 那个王 我就当皇上 厉害吧 厉害 那陈平 那陈平就跟他讲了这个道理 说敌人得天下 那呢 刘邦就跟陈平说 我现在敌人就是项武 你怎么帮我把项武搞定 这陈平说这个项武的是很简单 项武就是旁边有一个某 出主意的吗 反正吧 所以说敌人